调场里正在爆发一场黑社会团战 棍棒刀斧全都用上 双方没有身份标识 全靠兄弟们刷脸 这场蟹斗会如何收场 又是因何而起 这还要从故事的开头说起 这天台北的街头 交警正在查询酒驾 两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在寒暄 偏分头我们叫他龙哥 齐刘海我们称他仁哥 仁哥刚说走吃饭去 对方竟然当场翻脸 掏出手枪朝天连开两枪 然后对着仁哥说 我打算进去闭关修炼三年 等我回来再找你续救 团官群政逃跑 警察赶到了逮捕了龙哥 证明了这就是个局 是什么原因让龙哥自愿进局子 这事之前有什么恩怨纠葛 我们不知道的吗 还是说要延续脚头一的风格 主演都要先蹲三年大牢 故事才好发展 我们继续来看 画面细到三年后 这时的城市里有一个脚头叫北管 和北城邦形成分庭抗礼之事 而这个北很明显就是台北的意思 双方你强强我地盘 我回回你生意 事不两立 只是也都在口控范围内 小打小闹 没出什么大问题 北管的老大是桂董 他年纪大了 只想安稳退休 不想生事 所以帮派里的事 都交给二把手 仁哥处理 硕实原则 就是能压下绝不成章 小事不出头 仁哥年纪渐长 一人处理帮内大小事物 也逐渐理解桂董的心意 觉得还是老婆孩子最重要 那些成百上千的小弟 他们的安稳日子也重要 我们明白 当一个老大开始求安稳 那就说明他老了 他带领的脚头也就变成老派 现在仁哥的得力助手 是年轻一位的五虎将 阿庆极恶如仇 最有冲劲 潘帅结婚了老婆和孩子 是他生活重心 阿超更看重利益 想要尽快在帮内出头 胖子的罪名是李 宗宝是个怂包 五人团出生入死都在一起 有著过命的革命友谊 谁都打不散 只是江湖的事 怎么可能安稳 我本将心赵明月 奈何明月赵高渠 数据静而风不止 注定会有新兴的组织 前来挑衅 只看今日故事 谁能代表新兴派了 接下来他们登场 眼前的白毛和小辫 最新起帮派 建合会的骨干人物 他们来到北城帮掌门人 大头面前 态度极其嚣张 大头哥 我们老大找你 怎么都不回话 大头知道对方 要找自己做面粉生意 觉得那是欺失灭祖 断子绝孙的勾当 自己是黑社会没错 但我们是传统保守派的 收收保护费就得了 不求大富大贵 只求不愧于心 别看大头人长得粗糙 做事还是很有原则的 对面的白毛不由分说 掏出手枪 小辫手起刀落 大头三根手指 跟自己分了家 大头小弟见对方手里有枪 便不敢上前阻止 下一镜头 众人来到天台 龙哥露面 他打电话给人哥 我回来了 你三年都没拿下的地盘 我帮你拿了 对方听阵话的语气 感觉事情并不简单 果然接下来 大头在白毛的帮主下 领了盒饭 小弟见对方不好惹 当即投降 从此 北城帮由龙哥带领的建合会接管 大头的葬礼过后 新的格局诞生 我们来看双方如何斡旋 龙哥从先欲出来 实力竟然升级了 他的建合会 除了面粉皮肉生意 还有倒卖军火 钱一个人是赚不完的 他拉拢人哥 只要你的地盘准许通过 赚的钱 咱们对半分 人哥怎么可能答应 但还是表面和善的说 考虑考虑 毕竟留一份薄面 日后好相见 龙哥也不勉强 和颜悦色的 说来日方长 人哥的小弟 年轻一辈的阿超 尽有利可图 私下联系白毛 说我可以私下放行 不用通过人哥 这简直就是 雪中送炭的情谊啊 只是龙哥不按常理出牌 命人把阿超打个半死 这样就找到理由 再次约见人哥 无论是和谈还是翻脸 总要找个借口的嘛 双方约在秋贤调场见面 只剩半条命的阿超 成为人质 龙哥说 我帮你教训了这个小弟 他竟然想跳过你 跟我做生意 我就是要跟你合作 看在我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人哥怎么可能答应 你好好说 我还真可能考虑考虑 你打上我的人 还说好好谈谈 你这是威胁我 人哥年龄老了 骨头跟着也硬了 最不怕的就是威胁 接下来的是 大家也看到了 双方开启团战模式 大家动起拳脚 伤筋动骨 赛索难免 混黑社会的 也不是一天两天 不想白毛 竟拿出手枪 对着阿超就发射 直接闹出人命 人哥暴走 让手下阿庆打电话摇人 集合兄弟们 为阿超报仇 这时 贵董电话打来 结果可想而知 他不准人哥把事情闹大 吃坤是福 阿庆看出人哥为难 却又无法咽下这口气 眼里擒着泪望着人哥 那个是阿超 我们从小长大的兄弟啊 人哥摆摆手说了一句 好好处理 阿庆心领神会 这日 阿庆与另外三虎将 跟踪白毛 来到夜总会门口 等他办事出来 四人从不同方向 抽刀走过去 白毛身边小弟 看大事不妙 上前反击 纷纷被撂到 白毛趁机回到车上 取出武器 刚要开枪 却被当场 砍断一只手掌 白毛只剩一只手 无力反抗 再也无法嚣张 最致命的一招 由胖子捅出 结束了白毛的生命 这一举动 无疑就是宣布开战了 建合会 失去白毛 这个得力干净 报复行动 立即开始 先到对方地盘 打砸抢烧 肥管当然不会坐视不管 大战一触即发 这几乎是近几年来 最大规模的黑社会团战 在台北昏黄的霓虹灯下 这些小弟的命运 即将被改写 要么狂 要么亡 谢斗不讲伤法 只求能站到最后 就是赢家 可笑的是 台北还是法治社会 这点都差不多给忘了 双方斗欧 引来警方出动 没跑的都抓进警局 不过没动刀 没动枪 也没有出人命 签字画鸭 交保费后 就可以乖乖回家 北馆的兄弟 害怕建合会的人 报复胖子 没有人让他参与团战 没曾想 落单的他 被小便抓住 残忍杀害 尸体被扔回北馆地界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之前说打架刀 算小事 现在出人命了 事情闹大 警方不能不管了 高层与人格谈话 不允许把事情闹大 死人的事 警方会负责 不可以私下报仇 龙格这边 也有更高层的人来训话 很明显 他的后台 更加隐晦 不可说 我们只听到一个代号 就是老板娘 高层走的时候 一味深长的 看了小便一眼 记住这个眼神 日后 大有用处 人格这边 被欺负的太久 不打算再隐忍 兄弟被杀的 不管不顾 还做什么打搁 按照江湖规矩抽签 抽到者 前去执行任务 活着回来 就加官进决 回不来 弟兄帮忙收尸 照顾其家人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就看你是否有命去想 五虎将里的宗宝 得到此次机会 潘帅负责开车送他 二人跟踪龙格 来到餐厅 宗宝单刀附会 潘帅在外等候 对方是谁 可是凭中国功夫 混进好莱坞的龙格啊 真替宗宝捏一把冷汗 这就是出生牛犊 不怕虎吧 还有可能是无知者无畏 果然餐厅的灯都熄了 潘帅还不见宗宝出来 知道大事不妙 电话摇人 龙格出现在对面 找我啊 记得预约啊 我很忙呢 潘帅慌张掏枪射击 对方两脚地相继倒下 龙格身边的脚辫 拿起即将还击 潘帅开车逃跑 车身被打成筛子 潘帅深知 自己抬枪杀人 不会有好果子吃 跟妻儿告别后跑路 阿庆刚把潘帅送走 宗宝的电话竟然打来 原来他没死 当晚他根本就没执行任务 刚进门 他就被吓得腿软 从后门跑了 潘帅属于无辜被拖累 阿庆长到宗宝的小旅馆 气得打人泄愤 事后二人感慨 五虎将死的死 跑的跑 自己未来不知怎样 抱头痛哭起来 两大社团争得不眠不休 实在影响社会安定团结 魏董决定出面 做何世郎 联合警方议员高层 各大脚头掌门人 出席调停 希望双方放下恩怨 既往不咎 我们看到会议现场 脚头一故事里的角色 也有出镜 和他没有成功 龙哥表示 不会服从各位老大的意见 他要建立新的秩序 这里的台词很有意思 邹兆龙既用闽南语 还说普通话 浑厚的低音中 夹杂着惊枪而化音 大家有机会 可以看看原片品一品 说白了 建合会与各大脚头不同 他没有群众基础 不算江湖帮派 他是财阀扶持的傀儡政权 用黑社会手段赚钱 一切利益为先 江湖道义什么的 无需遵守 众人不花而散 贵董看出年轻一辈的兄弟 眼里有火 点名让阿清送自己回家 阿清把这段时间的委屈不服 失去兄弟的痛苦 一股脑都说给老大听 只是贵董突发心脏病 阿清找到救心丸 想要救治 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我们知道 在他眼里 贵董总是阻止大家做事 如果他死了 明天人哥就会上位 结果可想而知 贵董足 人哥赶来 看到桌上的药丸 明白了一切 却也说不出话来 贵董的葬礼结束 阿清收到攀帅的来信 里面说自己 在外面跑路 无法回到台湾 看不到未来 先走一步 收到攀帅的骨灰 人哥再也受不了了 他打电话通知龙哥 现在换我出招了 人哥准备好手枪 带上所有兄弟 来到对方老巢仓库 人哥和龙哥相向而坐 吃的是他们年轻时 最爱的卤肉饭 二人像老朋友一样叙旧 完全不像大战在即的样子 饭局被冲进来的小便打扰 他跟龙哥说 老板娘有话传道 龙哥显然不能回绝 跟人哥说了一句 这不是我能控制的 就先走了 留下重脚地 再次把手 他来到警方高层面前 听到对方说 老板娘决定终止合作了 最开始就是老板娘的资金扶持 建核会成立 用他们贩卖面粉 走私军火的钱 再反捕老板娘 高层说 你做事太高调 已经触及我们的底线了 游戏结束 你出局了 高层想走 龙哥示意后 小便举着枪阻止 龙哥说 等我吞并北管 整个台北黑道 都是我来控制 老板娘的利益 只会更大化 既然你们不仁 我也不易 看这意思 他要反水 不再做傀儡 至于小便 到底有没有开枪 我们留个悬念 稍后来看 人哥这边 龙哥前脚被叫走 他的小弟 就对人哥展开围攻 楼下的兄弟 冲上来解救 双方爆发枪战 最后活下来的 有人哥 还有旁边的 阿庆和宗宝 对方被全部歼灭 镜头一转 人哥来到监狱 看望阿庆和宗宝 现在外面一切太平 就等大家 出来后享福了 这时我们再看 小便举着枪 瞄准高层 转头 就对准了龙哥 一枪打中心脏 老板娘的天下 必须有老板娘说了算 谁当这个傀儡都一样 但最重要的是听话 这种不受控制的人 就应该早早掐死 在萌芽时期 结局已定 影片到这里也结束了 小头二 王者再起 只沿用了第一部的名字 故事从全新的角色出发 用影片中贵动的台词可知 早期的台湾有很多脚头 他们不是黑社会 他们是一群 有正义感的年轻人 为了保护庄头的利益 与外来势力对抗 发生打架冲突 久而久之 追随的人越来越多 势力也越来越大 获得大家认同 成为地方的领头人物 这才是真正的脚头 所以本篇主旨 不再讲述黑社会里的黑 而是讲究兄弟之间的义 年轻的五人组 视对方为兄弟为家人 在盘帅发现 新的生活没有希望时 选择自杀 说明了兄弟的重要性 本篇也解释了 为什么黑社会团战 永远是棍棒刀斧 那是因为不容易出人命 那必永远都是打架斗殴 不用有人坐牢偿命 此片中也埋藏了许多政治隐喻 老板娘是谁 我们心知肚明 不得不说 混过黑社会 做过劳的导演就是赶派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更愿意相信他的真实性 本篇有一个出色的前半场 可惜败在结局太紊乱 就连想要教育观众 别走歪路都说的不够 众人的演技还是老毛病 走吹胡子瞪眼的老路子 既然请了龙哥来出演 又不给机会展示拳脚功夫 真的看着很不过瘾 不过还是要再说一遍 龙哥的京香蛮可爱的